- 大家好,歡迎收看異想世界,我是張凱因,萬眾矚目的奧斯卡金像獎得主,即將在下週一揭曉,今天很高興邀請兩位影評人張彥拓與楊元凜為我們分享得獎預測,彥拓好,凱因好,大家好,元凱因好,大家好,那首先請彥拓幫我們起個頭好不好,奧斯卡的得獎名單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 奧斯卡它不只是全世界最矚目的影展,而且其實它也是跟我們熟悉的世界各大影展,或者是金馬獎的那種小評審團制度不太一樣,它是所謂的大評審團制度 那大家知道奧斯卡的全名是什麼什麼美國影藝學院等等的這個組織他們所頒發的獎項,那事實上這個影藝學院它本身就有五千多接近六千個會員 那其實整個奧斯卡獎可以想像成它就是這整個,整個影藝學院這些五六千人他們所票選出來的一個獎項 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包括演員獎、技術獎還有一些綜合類的獎項,那這些獎項的提名呢是由這每一個會員群裡面的屬於這個領域的這些會員他們去等於是比較專業的人去篩選出來的一個提名名單 但是到最後要決定決選的時候呢,最後的得獎名單,原則上大部分都是由所有的會員全部一起票選出來的 所以我們說其實這每一個會員他們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不會因為今天你是李安你的票就比較大張 或今天你是某個技術的人員你的票就比較小張 但是蠻有趣的是一方面他們有一個很複雜的什麼什麼偏好投票的制度 也就是說他投票不是像我們台灣在選舉這樣一張票你只能選一個人 你還是可以圈我最喜歡的第一名到第五名各自是誰誰誰 然後他們在根據他們有一個很複雜的一個系統去判斷出來說最後的得獎是什麼 當然最後選出來的最佳影片他希望是最多人喜歡的 可是呢他的這整個投票制度他也會想要去獎勵一些那種所謂的黑馬 也就是說今天某一部片也許大部分的人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人特喜歡 那你也有可能因為一個加選比重的關係他就可以就可以脫穎而出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還蠻有趣的一個制度 所以其實從過去幾年的得獎名單看起來可以看到一個趨勢對不對 有某種的偏好的喜好 個人覺得就像剛剛彥託說的 正因為他的這個票選機制是這麼的複雜 而且人數非常多 所以他很不會像說坎城或柏林就會每一屆就決定在評審團主席 或者是那個小數精英的評審團裡面 他就變得是放租 因為五千多人嘛 然後即使是你有一個加權指數 就算是黑馬也是某一種小眾裡面出來的黑馬 那這樣子的計算出來其實影片的 不管是入圍 從入圍開始到後面得獎 其實你都可以看出一 我會個人覺得奧斯卡他其實會反映了當前的一種社會氣氛 尤其是美國主流的社會氣氛或者是一種社會價值 那大家可以陸續看 尤其是這兩年再往前去年得獎的是這個自由之星 雖然是布萊德比特一個白人來這個監製的 但他談的是黑奴解放的這樣子的一個真真實的故事 那再往前一點的是雅果出任務 雅果出任務其實也是啊 就是美國自己檢討但是最後還是得到勝利的一個假任務的過程 然後其實雅果出任務那年我還蠻生氣的 是因為他打敗了那個少年派啊 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可能 對 對 對 所以再拉回來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尤其是今年的入圍名單上面 就是說 不管是美國狙擊手啦 或者是一大堆 等一下我們可以 等一下我們會再細部的做介紹 對 可以發現我個人覺得這幾年他的這個不管是入圍還是得獎 其實呈現了一種我覺得有點保守價值起來的那樣子的一個風氣 那一的就是大卡斯大製作 然後像今年的星際效應 他也還是有一些技術的假象上面的肯定 對 然後魔法黑森林啊這種就是迪士尼的大娛樂片 對 可是再來一個就是說 你比較少像更早以前譬如說有顯露霧境啊這些 我們看到比較爭議性的 比較 呃對於當下 會有更多批判的 這樣子的影片出來 大部分都還是會比較傾向 英雄或者是勵志感人 那即使是非常具有爭議性的傳記人物 可是他可能都會用一種呃比較安全的方式去拍攝 這樣子我自己個人覺得其實也不能怪奧斯卡 呃現在整體全球的趨勢也是這樣了 在影片的拍攝上像臺灣也是就是什麼呃 或者是大陸這邊就是那種大製片 大製作的東西 那關於比較更精準的或更呃挑 挑釁式的那樣子的藝術影片 其實是比較少的了 對 那這是我覺得非常可惜的 嗯 那但是這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面也其實有點反映了 美國從911之後 現在其實在影片進入到一個所謂後911時期的 這樣的一個價值觀喔 那你不難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面臨昨天前幾 就是之前還有什麼艾斯組織啊這些 面臨各個方面的威脅的時候 我們其實希望在電影中找到正能量 是 或者是正面的價值去維護自己的安全 對 所以要立場非常的鮮明 對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值得補充 就是說因為像剛剛講最愛影片 一列出來就就八部八部九部 或者是其他的技術獎項 其實對這些會員來講 我相信他們很多人 根本就也沒有時間把所有的片都看完 搞不好 那這也是為何 我覺得 因為每年奧斯卡 他是一整個得獎季的最後一個獎 然後你會發現說 大家前面那些得獎季在跑的時候 各大什麼影評人獎什麼的時候 最後的結果好像就會在 落在這些 奧斯卡裡面看出來 所以我覺得變成 對這些會員而言 不管是 大家講說奧斯卡這些片商會花很多錢去宣傳也好 或者是 光是題材 像剛剛袁寧說的 光是題材自由之心 他就是一個很安全的題材 對啊 所以這些人 或比如今年像 像有馬丁路德的故事 對這些投票會員而言 他們也許 甚至不一定有看過片 但是他們很 不管怎樣都要讓他錄 因為這樣子 就覺得這就是一個 應該應該要給他 就是safe zone裡面的好影片 這樣 我覺得他比我的預期 喜歡蠻多的 嗯 那就金髮油 你就覺得他怎麼沒有牽著貴賓狗去打賽 那我們進入今年的入圍片單 我們有列了幾項的類型 所以燕託可以幫我們介紹 就是歷史傳奇這一類 的確如果看今年的最佳影片的入圍 你會發現 一字坦開有一半 或超過一半 通通都是真人真事改編 所以真實的細如人生的這個東西 真的對奧斯卡的口味有很大的影響 像模仿遊戲 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非常 規模很大的 然後又有一個歷史眾生 然後又有一個人物的多面性 或者是甚至有一點爭議性的 這樣的題材 那他講的是在二戰的時候 英軍他們裡面有一個這一位密碼學家 那他藉由去破解德軍的通訊密碼的機器 因為做出這樣的一個機器呢 進而導致的其實對我們現代而言 他是我們所謂現代電腦之父 Alan Turing的這一位人物 那這整部電影其實就拍的 我覺得他一方面有那種 英國電影的那個細膩 但是一方面他又有一個 講時代背景 然後戰爭的沉重 然後包括裡面人物的一些道德抉擇等等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好看 然後又 又的確有他的故事 故事有一定的深度的一個片子 而且是那個男神演的 對而且是男神演的 我一直在跟你講那個重點 但是你們要講 還是西服爾摩斯的那個男神 下一集要講 是 等一下 然後所以像模仿遊戲 他就入圍了八項 而且很多 包括影片導演劇本 男主角女配角 通通都有 那再譬如像 美國狙擊手 剛剛原理已經有先提到 就是他也是個真實人物改編 而且是離我們非常近的真實人物 那這位導演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可是他依然拍出一部 讓你在看的時候 覺得很緊繃 然後壓力很大的一部 戰爭現場的片子 但是也像剛剛原理您說的 他其實是 他選擇的是一個 因為狙擊手到現在 直到現在在美國的票房 都還非常的好 所以他選擇的是一個 對美國的人的民族情感而言 是有相當貼合的 不管是他既有一點反戰 但是又有一點在講 對美國軍方來講的一個英雄的一個角色 像譬如像0030啊 然後像危機倒數 其實這種 或像在之前幾年 像郭蓋頭 我覺得現在的這種 現代美軍的 然後在沙漠中作戰 然後那種 其實已經不太英雄 而是 而是一個有點茫茫然 或是有點很孤單 然後在一個遙遠的地方 其實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而戰 不知為何而善 那這種主題其實一直是現在的 你可以看橫跨各個年紀的導演群 他們都想要拍了一個題材 是 那除此之外 同樣也是歷史人物的 像剛剛說的 馬丁路德的《竹夢大道》啊 那像英國畫家的透娜先生 這些得到很多提名 而且也有相當質感的片子 那我想不論是他的主題而言 對現在的人 其實你去看電影 你是要 不是只是娛樂而已 也要認知某一部分的歷史 那那個歷史 也許對現在是有提醒的作用 也許是有激勵的作用 或者也許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作用 但總之這樣的題材 我想一直都會繼續存在 那另外一類是圓令跟我都很喜歡的暗黑驚悚 可以幫我們解釋是哪兩部片 對 其中一部是晉級的鼓手 他其實在金球獎的時候 就已經拿下了一些獎項 那我自己要說 就晉級的鼓手 我在看的那個過程中 我就覺得很像鼓手版的黑天鵝 就是當年那個跳的芭蕾舞 然後要跳到最後一秒 然後跳扭 腳扭斷也都要繼續跳 然後這樣子 那這個鼓手呢 就是打鼓這件事 怎麼可以變得這麼誇張 然後中間其實充滿了那個霸凌 這個教改團體都應該要抗議的一片 但是整個片 我覺得他真的就讓你喘 喘不過氣來 不管是音樂 聲音 節奏 然後還有演員的表現 那這個其實 他是不是真人真是 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一個年輕的鼓手想要成名 想要成為最最好的鼓手 然後他來自一個怎麼樣 可能比較貧窮或平凡的家庭 但他想要出人頭地 碰到一個很恐怖的魔鬼叫頭 然後兩人之間 我們本來以為這樣的東西 其實可以非常勵志而成長的 成爲什麼樣子 但他就是硬給你扭轉 然後變成是某一種很有趣的 一個鼓手或者說應該說成名之路的一種 人性的那樣子的一個挑戰 你要你要做到多少 你才能夠真的成功 然後或者對於老師來講 他要不要讓這個人出頭 或他要怎麼樣讓這個人出頭 那個中間很微妙的東西 反而這個人性的部分 反而變成了是他的重點 這部片其實我個人覺得其實他會是 就是他其實看起來像一個小品 但是他的飽滿度又非常的強 那你要說他真的非常黑 倒也還好那樣子 他也不是像我們要講 另外一部暗黑冠軍路 他把暗黑都放在上面了 那暗黑冠軍路 其實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他其實也是傳奇人生的一種 那他也是根據真人真事 就是杜邦集團的這個繼承人 他當年沉迷於這個摔腳運動 然後所以就成立了一個 他的英文片名狐狸捕手 也就是他們當年成立的這個 狐狸捕手摔腳隊 然後就找來了當時奧運金牌的一對兄弟 加入他的隊中來練習 然後最後有一些還蠻黑暗的事件 那杜邦本人其實也因為後來的事件 一直浮育入獄這樣子 這個故事我覺得他可以立志 然後也可以很傳奇 但是這個導演我覺得很有趣 他這個導演他之前是拍摩球 跟冷血告白卡破蒂 所以摩球還好 大家可以摩球其實也已經比較不一樣了 雖然拍棒球拍職業球隊的運作 但他採用了一個經濟 或者是採用了另外一種不同角度 來看原來大家都熟悉的棒球類型 那冷血告白卡破蒂更是 就是去看也是一個真實人物 他內在對於性取向 他的那個就是說那個內在的複雜性 尤其是在性相性別 或者是對於肢體肉體還有人身的這個部分 這次在這個暗黑冠軍錄 我覺得第一個我們大家可以再談 這裡面的幾個主角我都覺得演得非常的棒 那導演的運作上就像這樣的影片 其實他其實可以不那麼暗黑 但他把他拍得這麼暗黑 我其實反而覺得是 今年讓我覺得非常亮眼 就是入圍名單中 終於有一個沒有那麼保守 即使不安全 他也是回到了一個傳奇故事底下 或者是真人真事 有一個真人真事讓他靠 然後再去發展 那不過這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回到奧斯卡入圍的影片 我們可以發現 不管傳奇還是暗黑 他其實都要有一種人性上面的矛盾跟吸引力 然後那個我覺得才是就是說 好像有點放出全世界皆準 一定都要具有的影片好或吸引人的核心了 那你可以發現在鳥人裡面 一方面非常逼近這個麥可基頓 他本身的那個內心的那樣的 就真的是把人逼瘋 把他逼瘋順便也把我們逼瘋那樣子 他的那個卸妝的過程 其實也慢慢的變成他自我面對他自己的那個過程 戴上假髮我都已經覺得是半兔了 結果原來還有一層喔 另外一類就是我們的感性人生 請燕特也幫我們分析一下 好我想在這一個類別裡面 當然大家應該已經有很多人看過的是 像愛的萬物論 那這部片其實當然他講霍金的 你可以說是他的一生 但是大部分是其實是著重在 他跟他的前妻的第一任妻子的這個關係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由愛情故事 當作一個主軸來串起來 這部電影當然他也入圍很多 他入圍的五項包括影片 最佳影片最佳劇本 然後男女主角還有配樂 但是我想大家都會同意 其實這部電影 我覺得他真正的質量 是由男女主角的演出撐起來的 尤其是當然男主角 我們去年在《貝殘世界》 剛看過他演Marius的這個Eddie Raymond 那他演這個角色 他演出來的那一個形象 就基本上就帶給這整部電影 一個他的緊繃的一個張力 但是在搭配他外圍 其實是一個很溫暖的很 也一樣是剛剛說的一個很英式的 一個愛情故事 那在跟女主角之間的搭配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他的題材很安全 但是我覺得他的出頭的方式 還蠻特別的 那其他譬如像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那這部片就是屬於我去看之前 跟去看之後 我覺得他比我的預期 也喜歡蠻多的 對那當然 因為原本你想像這樣的一個題材 那再加上 可能你對這個女主角 原本演這樣的角色 你不是沒有非常大的情感 沒有大信心 結果實際上 美國甜心竟然要去拍《金髮遊舞》 對金髮遊舞 你就覺得他怎麼沒有牽著貴賓狗去打賽 結果結果你就發現 其實我覺得他的確有一點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他的企圖心 他有喜興千華去演這個角色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這位導演 也就是他是 過去是拍《華神咖啡館》 還有《妖命劇業部》 這位導演 他非常擅長做一個不斷的回溯 然後持續打散 一種有點意識流的那一種 去講 為什麼女主角在這一路上的 各式各樣的她的心裡面掙扎是什麼 她為什麼會 她不是只是去爬山而已 她的那種 像我們常常在日本電影裡面 看到那種什麼 我要去追尋自我之旅 我覺得她有這個導演 有藉由這個故事的那個來回切換 把為什麼這個女主角真的 其實她的人生已經破碎到一個程度了 這件事情 有把它派出來 那當然再加上女配角也搭得挺好 然後整部電影的氣質而言 我覺得都是蠻成功的 而且她會讓我想到 我很喜歡的一百二十七小時 就是那種 明明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故事 但是她可以藉由這個人的過去 跟這個人的心理 去把那整個故事的厚度跟質感做出來 那除此之外 當然像我們之前 就已經在這邊提過的年少時代 呼聲最高了 最看好的一部片 那年少時代當然 她的拍攝手法很新奇 或者說她的idea很特別 但是她的故事本質 其實是最典型好萊塢會喜歡的 講親子 講成長 然後講 生命的歷程 對 把握美好的這一刻等等 然後親子關係的漸漸培養 然後到一個無法避免的放手 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而且她藉由 我們上次也講過說 她藉由一個 因為她拍攝手法 所以她反而有一種 虛實交錯的那一個趣味跑出來 所以包括這些片子 我覺得其實你從裡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 是我們所謂一個感性人生的那一種 讓人 讓人看了這個電影之後 其實是看完會帶著還蠻開心的心情 滿足的心情 比起剛剛的暗黑驚悚 看完之後 不曉得到底是該 心臟先跳出來先 還是應該覺得好像 好像悶悶的那種 是最後還有一類 是比較怪的 或者屬於魔幻跟寫實交錯的 所以請袁林幫我們揭曉 對 魔幻寫實交錯 這樣子的影片 其實坦白說我覺得 能夠入圍最佳影片 我都覺得至少要像少年拍那樣 就是說沒錯 是魔幻跟寫實交錯 但是要有一個什麼樣的那種 你知道 你知道 對 那布達佩斯大飯店 故事講的其實是從 布達佩斯這個大飯店裡面一個 重要的門房 然後先是一個作家去那邊度假 然後碰到一個老人 聽他講關於這個大飯店的歷史 那從這個歷史 在那個當下他們開始回顧歷史 那隨著回顧歷史 又回到 又走到了 比如說到監獄 到其他的空間 然後穿梭在不同的場景之間 每一個場景都非常的華麗 然後華麗到後來 你已經開始不確定 或者是說你也走進了 那個電影最迷人的部分 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是假的 但是你還是會走進那個 從布達佩斯大飯店發展出去的 一連串的那樣子的一個奇幻空間 真的是變魔術 你知道就是隨手就一把花 然後一把鑽石 然後就影迷的眼睛就在那邊閃亮亮 那樣子 那他會入圍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那些評審們被閃花了 你知道嗎 就覺得喔 太閃了 不投他不行 那樣子 那他也入圍非常的多像 那樣子 另外一部也是非常忙 非常炫目的是鳥人嗎 其實我個人覺得 也是今年可以說是企圖性非常強的一部片 然後這個麥可吉頓 他早期是演這個Batman 就是在暗黑黑暗其實之前的那個系列 就是提姆波頓的系列 尤其是麥可吉頓 在鳥人裡面其實也是很虛實交錯的 演一個年華老去的老演員 然後企圖在百老會的舞台劇的新戲 從政雄風 但是中間他遇到了他自己的一個演戲這件事 演員這件事 還有明星的光環這件事 從全部在他內心糾結跟掙扎 然後透過影片的虛實交錯 然後片名叫鳥人 其實有點是故意呼應那個Batman Batman基本上也是某種鳥人 那他有不斷的那種內心跟或者是那個形象 當年他曾經非常紅的走在路上 大家都找他簽名 然後但是找他簽名都是阿桑 因為記得他的人都是阿桑 那那個形象本身是他演出的 那那個形象其實也活在他心裡 怎麼樣的跟現在的他做對話 他自己的生命 他的演繹生命 不斷的不斷的對話 這部片的導演其實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之前是巴別塔 火線交錯 火線交錯 多線敘事的這個這個片 那最早是愛是一條狗 這位西班牙導演 他非常的善於去掌握這個影像的節奏 那你可以發現在鳥人裡面 一方面非常逼近這個麥可基頓 他本身的那個內心的那樣的 就真的是把人逼瘋 把他逼瘋順便也把我們逼瘋 那樣子喔 但在整個影像的掌握上 我們走在那個白老會 就他的那個舞臺的前臺後臺 然後化妝間後衣間 然後甚至是出來 就到後來你就看到他的那個卸妝的過程 其實也慢慢的變成他自我面對他自己的那個過程 連髮片都拿掉了 他本來那個戴上假髮我都已經覺得是半突了 結果原來還有一層喔 所以這個犧牲也讓他拿到了那個金球獎 沒有功勞也有苦 對對這個 對啊 素顏世仁不是只有女明星而已 他也拿到了金球獎 先拿到金球獎最佳男主角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覺得也是 就是在敘事上 人物本身是很真實的 但是在敘事上 在表現手法上的那個魔幻 跟自我內心的多線敘事 這件事是非常迷人的 奧斯卡的評選機制是五千八百位會員 一人一票的方式 零選出的嘛 但是異想世界得獎預測 是完全處在一個有畫質說的方針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你身邊有錘子 就是如果你有質疑 想要反駁對方的話 歡迎可以多多使用 接下來就是要那個 那明天我們就進入正題 正式進入得獎的預測裡面 謝謝兩位 謝謝